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将会带领我们 能够深入地了解到北海道的人文风情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松立嫁琪总裁Jennie Jennie 你好 你好 小林 你好 我这次也很兴奋 可以跟天下卫视合作的这一根那么好的行程 因为这个行程一直是我的压箱宝 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行程 我带过无数次的团体去 没有一个人没有做他玩得不开心 而反而是每一团的人问我 你这样子要我们吃 你有赚钱吗 每个客人都问我这一句话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高兴 就说我的客人对我也很贴心 但是说真的 我们这个行程不是在喊口号 真的是住得非常好 吃得也非常好 对 其实这一点我绝对是可以帮Jennie endorse 当然我之前跟Jennie玩的不是这个行程 当时我们到了东南亚的另外一个行程 全团的人都说 怎么吃这么好 吃这个胡椒螃蟹什么的 真的是很好 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朋友才刚刚跟Jennie去过杜拜 然后这个朋友就后来就跟我们讲说 他说我招这个团 因为他自己招了十三个人去杜拜玩 然后其他十二个朋友都一直跟这个人说 谢谢你 你介绍一个这么好的旅行社给我们 请问老板娘有没有赚钱 这个都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 所以真的跟着松立酒 真的是快乐到永久 是的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言归正传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日本北海道的八天六夜游 那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这个行程的一些特色 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旅馆 然后我们讲到了这个最好的美食 那我们其实还要再讲到一个就是 其实Jennie有特别地提醒我就是说 这一次的住宿的温泉旅馆 其实是真的是各有特色 对 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之前没有有漏掉的这个温泉旅馆 好的 我们总共是住六个晚上的酒店 那当头尾就是一到了机场 切碎机场 跟最后一天在Sapporo 就是小镇那里附近住的 这个是我们住城市酒店 那我们就不要说它有什么特色了 我的特色是在四个晚上有不同的 不同风味的温泉酒店 好 我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介绍 这四个晚上的温泉酒店 第一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陈寅侠那里去住 那一个酒店就比较古色古香 那个温泉酒店就比较很颜知颜味的 日本式的一个温泉酒店 然后它是在峡谷里面 所以它那个温泉水质 矿物质特别地丰富 所以这个是对什么呢 就对我们的筋骨非常地好 所以你泡的一个 我最记得是我自己本身 我说我自己的经验 我泡完了一个早的之后 因为我们又不是下了飞机 然后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走到那里去了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泡完这个汤 准备要擦乳液的时候 乳液拿在手上 我就睡着了 就是它已经让你全部放松 放松 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我带了那么多的团友去 很多团友都跟我讲 我睡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晚上 事实上不止他们每个晚上 泡完温泉都是那么好 都睡得很好 对 但是不同的温泉有不同的水质 所以有不同的疗效 所以泡温泉不只是能够舒缓我们体力之外 我是觉得对我们也很有帮助的 比较熟悉一点 我还有一个客人跟我讲 问我说 因为一开始他们不习惯泡汤 因为日本的这种泡温泉是裸汤 裸汤 就是裸体去泡的 大家就是坦诚相见的 还可以 他不习惯 后来就逼着大家导游就讲 你来到不泡的真的太可惜了 他勉强地去泡 泡了第一天觉得很舒服 第二天马上就爱上了 到第三 第四天就跟我讲 还有吗 我们还有温泉 恐怕没有温泉可以泡了 你看他多爱泡 那有些团友直接就跟我讲 姐 你真的太棒了 我原来是有自肠的人 可以泡到我身上都好了 真的 对 他可能就对于促进血液循环 那也是超级有疗效的 是 因为有的温泉 是对我们的筋骨是非常有疗效的 所以你比较哪里酸痛的什么之类的 你去泡这些汤是非常地棒 那当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地方 就往走 我们在支床 也住了一个温泉酒店 这个温泉酒店叫做贺亚 这是我最爱的一个温泉酒店 也是我指定一定要住 我说你别的不能住 没有关系 贺亚 我一定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如果你是对日本的温泉酒店 你有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贺亚是在哪一个水平上的 温泉酒店 它可以跟家贺屋就是称松道地的 所以贺亚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温泉酒店 但是这个非常有和风的 就比较有日本味道的一个温泉酒店 而且它是比较靠近走往跟肢肠的中间 就是自然文化遗产 对不对 所以它的水质也真的完全不一样 它的水质是注重于皮肤 你泡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皮肤真的滑溜溜的 就是您前面有讲的米人汤了吗 是 这个就跟石胜就很像 石胜的温泉酒店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温泉酒店 对它的特色存在 它不只说水质的存在 我跟你讲 在贺亚这个酒店 大家去泡 记得 小林 于是我没有跟这个团 有时候要记得一定要去享受 它的那个石板温泉做得非常地好 那石板温泉是怎么样 是桑那的那种感觉吗 还是 不是 因为日本很非常做什么事情 都是非常地细腻跟非常地 有次序也非常地干净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进这个石板温泉之前 你在外面可以看得到石板 那它有特别的衣服给你穿着进去 你穿了进去之后 你躺在石板上 去泡这个温泉 就是石板是热的 对 那你这个石板温泉对什么最好 你的背部最好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女孩子 都说应该在那个酒店住两个晚上 对 因为太喜欢了 因为夜好的酒店 它的那个温泉有很多不同的 甚至有的是给你去野稀 在野外的温泉 在日本温泉 25温度以上叫做温泉 热的温泉 25度的它叫做低温温泉 也是温泉水的一种 所以我们有去到这个赫雅的时候 它就有低温温泉 那要跑到户外去 对 那也是裸汤吗 是的 那户外怎么裸汤 它的户外 但是漏得很隐蔽 还是难以分的 OK OK 对 对 所以这个温泉都非常有特色的 那其实Jenny刚才有讲 就是说 譬如说这个阿寒湖附近 然后它是非常具有日式风格的 那它这个睡的时候 它是睡榻榻米呢 还是睡一般的床呢 我们是有榻榻米 当现在有些稍微年长的人 他不喜欢睡榻榻米 对 塌起来不方便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帮它换成是有床的 对 是睡床而不是睡榻榻米 可是我觉得睡榻榻米好像更有一种 我真的是身在日本的那种 日本和风的感觉 对 那很多年长的 甚至在吃淮食料理的时候 它也做不下去 所以我们会有拿几个 是在报名的时候跟我们讲 我们帮它准备小椅子 真的是 所以这个松立为什么以高品质精致 来做一个被大家所认可的旅行社 就是因为它的成功就在细节处 没错 它是贴心地照顾所有的旅客的每一个细节 不只是每一个细节 我们所有的行程 都是细心地去排列出来的 都去看到你该看到的东西 要吃到当地的特色 当地的美食 不要你浪费时间去走这一趟行程 你是看到很多丰富增长知识之外 还能够在吃美食的时候了解到人家的异国风情 是 其实在这一次的行程里面有一个景点 我是个人 我是特别好奇 叫做登别时代的仁者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OK 仁者 大家知道是什么 宁甲 对 宁甲 没错 就是宁甲 对 这里就是一个宁甲村 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江户时代的一些 日本的一些故事传闻下来都有 我最记得我带了一百多人的时候 找了我们一个团里面一个 应该是小胖子这样子上去当将军 因为等于是他在演一部话剧是将军去调剂这样子 弄得大家真的笑到不停 这个也他会选择一个观众 对 要上去 上去 对 一起同乐 对 一起同乐 一起去演这个话剧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真的非常丰富而多彩 所以我们可以尝遍北海道的各式美食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北海道的人文风奇 真正的深入体验这个东洋风 所以如果您对这个行程已经非常的确确欲试的话 赶快的立刻拨打音频上的这个电话号码 和松立假期立刻的来联系 跟着天下卫视以及松立假期 一起去日本北海道的赏春双英八天六夜游 今天非常谢谢金妮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 也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